中医生投身的过程 大家好,我是莫迪芬芳 在显中的有些论点中 讲到了人死后的状况 以及投身的过程 却没有讲该如何把死亡转化为修行 以及如何去投身 而西藏杜王经理却不但详细地描述了 从死亡到投身的整个过程 而且还讲了如何引导亡者 在中医生时获得解脱 实在无法解脱 又如何选择好的投身方式等诀窍 可谓将显中论点的缺憾 补充得完美无缺 但因为西藏杜王经属于秘法 而修学秘法是讲究次第的 修加行灌顶 然后再学修秘法 这是无法跨越 无法打破的次第 即使违规跨越 也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反而有道法之罪 所以在没有灌顶之前 最好还是不要去学 西藏杜王经中的所有内容 针对尚未得到灌顶的修行人 本文将介绍一些西藏杜王经中 可以公开的临死应急方法 从昏迷的状态中醒来 就开始进入中医生的阶段 中医生的亡灵可以去往很多地方 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亲戚朋友等等 但在一开始 亡灵往往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当从昏迷状态中醒来时 如何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呢 西藏杜王经中说 死亡的人来到镜子前或水井边 却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走在河边沙滩上 也没有自己的脚印 也会感觉自己处在一个大型音乐厅中 周围传出各种各样非常强烈的音乐声 或是听到剧烈的打雷声 或是听到很多人说话唱歌 而且声音无比异常时 就会马上明白 现在我已经死了 这些声音都是周围传时听到的声音 我不能害怕 我应该按照平时的训练去面对 佛经中讲 由于周围传没有固定的身体 所以表现极不稳定 想坐坐不住 想站站不稳 坐立不安 游易漂泊 就像梦中的身体一样 因为非常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体 所以很多亡灵都试图回到自己原来的身体里面 但因为身体与神事已经分开 原本的身体已经成为过去事 上一世的身体与意识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已经结束 所以无论如何也回不去了 这时失去归属的亡灵 会感到非常伤心沮丧 之后便进入到六中阴当中的法性中阴阶段 进入到法性中阴时 很多人会遇到强光和像打雷一样的恐怖声 同时还会出现很多佛像 佛的谈成等等 这种情况西方很多有过 冰死经验的人也遇到过 不过科学家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幻觉 其实这种现象根本不是幻觉 而属于脑外记忆 第二 投生的过程 在显宗经典阿难入胎经和大圆满的续部中 释迦牟尼佛将人类入胎的整个过程 讲得非常清楚 投胎后 人的意识进入父母精卵结合体 从而形成一个生命 但此时还未形成人的身体 首先是细胞在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 开始分裂 然后又组合 组合后 经过几天又再次分裂 每次分裂后的胚胎形状 佛经中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与现代医学所描述的完全一致 可见佛学是科学的 佛经中还讲到 一般人在中阴生时并不知道要投生 更不知道自己会遇到哪些现象 以及该如何投生 佛经对此描述到 盖瓜而言 如果要堕地狱 就会像进入一条黑暗的隧道 或走入一条黑色的路 如果将投生为人 则会像进入公园 或者进入比较漂亮的宫殿 一个回忆前世者描述投生的过程 他说 在旧社会 山西分县有一个叫田三牛的人 有一次天降暴雨 把他住的窑洞冲垮了 他也在这次灾难中被压死了 当他从昏迷状态中醒来时 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 只是感觉自己挣扎着 从泥石流中爬了出来 他兴高采烈地来到妻子面前 对他说 今天我差一点把命丢了 现在终于出来了 幸亏没有死 但妻子根本不理他 他又去找自己的儿子 不料儿子也同样对他视若无睹 他非常生气 心想 今天遇到这么大的灾难 自己死地逃生 但他们却都不当一回事 对我说的话也充耳不闻 越想越生气 于是决定离家出走 之后来到了县城 当走到当地的一个公园门口时 他忽然想到公园里去坐一坐 当他发现公园的门是关着的 当他感觉门被自己推开的时候 便出生了 在从死亡到出生之间的九个月里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的 只觉得自己似乎在县城里 只待了一会儿 刚刚出生的时候 他就会讲话 亲戚朋友认为 出生就会讲话的小孩很不吉利 准备把他扔到粪坑里 让他的母亲死活不同意 才把他留了下来 他记得很多自己前世的细节 很多场景 在过了几十年后 仍然清清楚楚 历历在目 这可不是胡乱编撰的情节哦 当时他家附近一带的人 都知道这件事 那时候西藏杜王金 只有藏文版 还没有被翻译成其他文字 当事人与亲朋好友 根本不可能看到西藏杜王金 但他们所描述的过程 却与西藏杜王金 所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 这只能证明 轮回是存在的 佛经所描述的死亡经历 是确凿可信的 好 下一集影片将要来谈一谈 中阴解脱的诀窍 记得一起来学习哦